政府放宽确诊康复的政府雇员复工安排 包括即使复阳亦都无需再隔离 行政上官林郑娥说考虑到城市运作需要 近3万个政府雇员在第5波疫情当中确诊 超过7成未复工 公务员事务局的新指引列明 确诊的政府雇员完成隔离 例如是打齐两针 第6和第7日快速测试是阴性就被时作康复 就算之后再检测是阳性 亦都无需再次隔离 部门的首长可以按照个别情况 就这些个案作适当的工作安排 得到卫生当局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你以前都听很多 当CT value去到很高 病毒量很低的时候 其实有一定的看法 它的传播力是不强 所以考虑到其他城市运作的人手的需要 也作出了这个安排 仍然在带病毒 又会不会有传播风险呢 当它执勤之后 如果再做一个核酸检测 出现阳性 这个机会是会出现的 不过在我们过往的经验里面 这些我们不会当它是二次感染 而是可能它在康复初期的时候 还有些病毒残余 患者的病毒量是很低 那个传染性也是很低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认为 康复者只要戴好口罩又勤洗手 能够将传播风险减到最低 但不是零风险 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也认同 风险不算高 对于当局新指引入属于密切接触者的政府雇员 按照指示完成隔离之后 即使同住的家人未好了 都可以恢复上班 梁子超就认为造发潜在一定风险 认为在上班之前应该做快速测试 有公务员工会就说 新指引事前未有详细咨询 对此感到忧虑 有人力资源顾问就认为 至少一半的私人企业 会跟随政府的做法 他说企业也要考虑和平衡当中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在中卓希报道 有传媒报道 医管局上个月底为了增加病房的换气量 紧急采购的1500部换气抽气线 价格比起忘救更贵 医管局说有关报道是以偏概全 我们向承办商 其实他也在供应商查询 有关的型号 其实现时在本港 根本上就没有存货 所以如果需要大量采购 去做我们这样签五步 其实由订货到供货的时间 需要一个半至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为何医管局向中联办 以及内地有关的部门、特区政府、立法局议员 以及物流界多方面的帮忙协调下 才顺利可以在短短几天里 完成的采购并且护运到港 分发去各个医院 其实大家都有买过网上平台 其实那个产品的型号、质素、供货量 物流的程序和售后的服务 其实未必可以达到 公众泳滩在金波疫情未有关闭 但康民署提醒 核校泳滩暂停所救生员服务 市民在长迪都要遵守口罩令和限聚令 他没带 他都没带 最新的口罩令下 做运动都要一直戴口罩 但是在浅水湾泳滩 不少人违反了规定 附近冲新设施已经关闭 也都没有救生员当值 但是不少人仍然落水 除非来自同一住户 限聚令最多两个人 浮台的这三个人可能也都已经违规 公众泳滩上年年初 上一波疫情曾经封闭 当时出入口拉起了封锁线 部分更加加了围板 但是今波疫情 每日新增个案比上次多几百倍 但是泳滩没风 有家长带同小朋友来 说会继续戴好口罩 我戴这个口罩是安全的 我有戴太阳眼镜 所以不用怕 因为有维他命 所以就出来晒一下 在这里玩沙 不游泳的了 我们有些新鲜水 它比较像在家里 也不太好 康文署说一月七日之后 全港核下泳滩已经暂停救生员服务 但是没有禁止市民进入泳滩 厨房又说二人限聚令 和大口罩的规定 都适用于核下泳滩 为例者可被检控 不过采访期间中午前后 未见有人员当值或者执法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报案局强烈谴责有人散播谣言 说社区隔离设施 有洗手间的天花板倒立 保安局声明说 网上楼传一张声称是 社区隔离设施 洗手间天花板倒立的照片 澄清清意 新田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 三个中央缓建的社区隔离设施 自投入服务之后 洗手间从来未发生过倒立事故 国防对有人恶意发布不实相片 误到市民寓意强烈献责 将军澳日出康城 今晚有单位起火 消防到场将火构式 无人受伤 今晚6点多 日出康城领都第7座 高层一个单位发生火警 多个住户报警 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陆续到场 50多个住户疏散到安全地方 无人受伤 消防一共出动一条喉和一队衣武队 消息说 起火单位正在装修 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民政总署昨天开展居家支援物资派递服务 为部分留在家 上队入院或社区隔离设施的人 上门派递物资 工作人员在黄大仙、尤尖旺、九龙城和南区 将一袋袋物资送到门口 使用者都是因为疫情居家 无办法自行安排基本日常生活所需的人 民政总署透过扩大派送团队 包括联络地区团体、派递服务承办商 或者由公务员组成的队伍和义工等 向有关人士提供基本日常食品和食物 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透过民政总署热线1833019扣作 东方日报社论 本港疫情持续严峻 特首林夕宇娥在昨天的疫情记者会上承认 人手不足成为抗疫一大问题 正因为人手不足 当有很多防疫措施只能削足色理 就连确诊患者的医疗垃圾 也都放宽指引当成一般废物处理 问题是 这些医疗垃圾仍然有一定播疫风险 而且人手不足不解决 垃圾只会继续堆积如山 目前疫情仍然处于高峰期 只要少一松懈 更大的危机随时有利 处理医疗垃圾必须神之有神 明报社评 南韩候任总统韩石月赢得大选当日 就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前日再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15分钟 由于他竞选期间多次表达亲美和日 远中仇北的言论 舆论多预料未来南韩将会加入美国的抗中阵营 中韩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 对南韩经济影响自深 相信任何入主清瓦台的人都难轻忽对华关系 找石月上台之后 对华政策的调整幅度有多大 还要视乎美国的压力有多大 另一个变数 就是最近动作不断的北韩 在导弹和核武方面会走多远 可以预料的是 东北亚现时相对稳定的局面 恐怕维持不了太久了 星岛日报社论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战争 美国总统拜登带领西方国家 以无所不用其机架制裁手段 逼俄国退兵 美国这些手法虽然能重创俄罗斯 和其总统普京 也令美俄互相制裁的行动加劲 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承受庞大重压 美国的高压制裁 可能刺激普京揽炒 普京已经将部分国家和地区列为不友善 仰言作出反制裁 并放声器不再偿还外债 并已没收撤出我国的欧美企业资产 扣押租赁飞机 接管外资持有的我企股份等 更可能随时切断对欧能源供应 美俄制裁战越打越烈 全球被揽炒的风险正是增高 东方日报社论 本国疫情持续严峻 特首林夕月娥在昨日疫情记者会上 承认人手不足成为抗疫一大问题 正因为人手不足 当局很多防疫措施只能削足识理 就连确诊患者的医疗垃圾 也放宽指引当成一般废物处理 问题是这些医疗垃圾仍然有一定报疫风险 而且人手不足不解决 垃圾只会继续堆积如山 目前疫情仍然处于高峰期 只要稍一松懈 更大的危机随时有来 处理医疗废物必须甚至有神 人手不足不着